欧洲各国应当努力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 而不是重划东西对抗的分界线 美国和北约应当同俄罗斯开展对话 而不是再打一场新冷战 我们一贯主张处理国际关系不应有双重标准 乌克兰的主权安全应当得到维护 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关切同样应当得到尊重 中方的立场同大多数国家的愿望相一致 我们反对针对中方的无短指责和猜忌 更不接受任何施压与胁迫 时间将会证明 中方的主张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我们注意到相关的情况 对目前的事态表示关切 中方一贯主张 对话协商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 当前形势下 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升级的举动 都是不可取的